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那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 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 使我得到的更多 Ean 你知道过去我们教导年轻人 关于婚前性行为 我们都会告诉他们说 真爱要等待 因为这是一个很美的礼物 从神来的 要等到在婚姻里面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把这份礼物打开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对婚姻一点憧憬都没有 甚至他们对婚姻很失望 他们也没有想要结婚 因此当我们说 真爱要等待的时候 他们会说 等什么 我又没有要结婚 我干嘛要等 在我们以前读书的时代里面 真的是带来自单亲家庭 或者是他的 他的爸爸妈妈的婚姻是破裂的 这样的比例是很少的 但是现在这是很多的 有的时候一个班上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 都是家里面的婚姻是破裂的 是来自单亲家庭的 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么很多的孩子 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 所以他们其实看到 爸爸妈妈在婚姻关系里面 有很多的争吵 冲突 外遇 所以他们其实对婚姻里面 也会有恐惧 可是他们心里面 还是会很渴望爱 他们还是很渴望爱 所以他们很可能会进到 这个婚前的性行为里面 会进到甚至进到 同居的关系里面 但是讲到婚姻 他们的心里面会 可能有一点点憧憬 可是又有更多的是 害怕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就是当他们开始进到 交往里面的时候 为了要让他们 关系更亲密 他们认为的方式 就是当他们上床 发生性行为 他们的关系可以更亲密 如果要在关系 再更亲密的话 通常他们会选择的是什么 就会选择同居 是 而且甚至是有些时候 他们从他们的原生家庭 或是他们看到他们周遭 或是看到这整个社会里面 好多好多的婚姻 他们就会说 那婚姻到底能够有什么帮助 不过只是一张纸而已 它能够保障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实在看过太多不完美的婚姻 有缺陷的婚姻 充满了冲突 甚至破碎的婚姻 所以与其一头跳进到婚姻里面 他们宁可用试婚的方式 同居 然后来在试婚 同居的过程当中 去评估到底对方适不适合 那到底同居 或者是试婚 是合神心应的吗 到底同居试婚 可以达到 他们所要的那个目的吗 我觉得同居跟试婚 它其实当中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同居一定是双方 或者是至少有一方 有一个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一定有一个他们 也许存在他们当中的某一个问题 而因为这个问题 以至于他们不想要走到婚姻当中 所以有一个人这么说过 他说一定是双方 或是其中一方有一个 他不想去面对问题 所以这就是同居关系 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譬如说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 当我自己从来没有同居过 我们虽然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可是从别的人生经验来看 譬如说 当我结婚之后 有四年的时间 我都不想要有孩子 我在结婚前 跟崔芬谭恋爱七年 结婚之后四年 我们都不想要有孩子 那么其实其中的原因就是 我就会担心说 这个养孩子要花很多的钱 养孩子要花很多的时间 万一孩子生下来有残缺 我们会很难过 如果孩子生下来不聪明 我们会很难过 如果孩子不孝顺 我们会难过 孩子被别人欺负 我们会很难过 这个孩子欺负别人 我们会很难过 那么我就 其实我内心里面 是充满着各式各样 这样的想法 一直到后来有一个牧师 他就这样跟我谈话 他说他听完我讲 不生孩子的原因之后 他就说 伊恩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影响你做这个决定 所一切都是恐惧 你恐惧你的孩子 这些这些这些事情 可是他说我们人活着 不是凭着恐惧 是凭着信心 圣经上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中文是这么讲 可是英文是讲说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需要凭着信心而生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凭着信心 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是透过信心来得救 也是应该透过信心 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当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 我们不想进到婚姻当中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恐惧 万一万一我们的婚姻破裂怎么办 万一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想法 不一样怎么办 万一我们看到对方 不好的一面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恐惧 可是其实我们也许应该要 凭着信心来生活 相信我们的这个婚姻 好像我们应该相信 我们的婚姻会是非常幸福 非常美满的 所以其实从一个角度来 我们可以这样的分析 就说很多人 他其实是渴望 进入到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 他渴望在过程当中 给予爱也被爱 然后更深的连结 在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 可是过去 你知道我们被教导的是什么 我们被教导是亲密的关系 是需要透过我们身体的结合 那在身体的结合当中呢 我们在一起上床之后 我们觉得我们更亲密 可是那其实是一个假象 其实身体的接触 身体的亲密 夜情 你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转过去 你整个晚上 你可以跟他非常非常的亲密 connect 连结 可是你却发现 你完全对这个人 是毫不认识 毫不了解的 所以真正的亲密 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亲密 就是真正亲密的关系 其实是在婚姻这个盟约 这个为什么叫做盟约 它是一个承诺 都记得我们在 我们自己个人的婚礼当中 我们都会有立下婚约 对不对 对 那个亲密 其实是在一个承诺的关系当中 彼此尾声与对方的关系的里面 才能够真正经历到 每一个年轻人都渴望的 那个亲密关系 是 这就是同居跟婚姻之间 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个不同就在于承诺的程度 在婚姻当中 我们做婚礼的誓言是 无论贫穷或富足 顺境或逆境 健康或疾病 不管怎么样子 我们都要一生爱他 至死不渝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婚礼的誓言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高程度的承诺 事实上不只是在神面前的承诺 就是彼此的承诺 事实上在法律上面的承诺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要把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解除掉 要离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我们的法律上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要件 需要来符合它的 所以这个代表一个 比较高程度的承诺 但是同居就是 我们随时之间 我们就可以脾箱收一收 心里收一收 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是 所以这个承诺 其实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它在讲到的是什么 它讲到的是 就是真的对双方的一个尾身 其实我们人里面 最深的一个需要是什么 是一个被接纳 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 而且是那一种安全感 坦白讲说真的 在同居关系当中 你会发现 同居给人一种假想 就是说 我好像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可是我随时可以走人 就是当我不喜欢你某些事情 我也可以用我要走人 来威胁你 强迫你 照着我所要的去感应 可是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 你会发现 它所带下来的不是亲密感 是疏离感 不是亲密感 是什么 是一种不安全感 可是人真的想要的那个亲密 其实是安全感 跟无条件的被接纳 或者是在婚姻当中 你知道在盟约的里面 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 会有一个磨合 可是在磨合当中 你知道对方不会转离 拿起箱子就冲出去 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尾声 当我们在婚礼当中 我们做的承诺的时候 其实知道顺境或逆境 意思是说有可能婚姻经历顺境 但是有可能婚姻也会经历境 健康或疾病 可能结婚的那一天 大家都是健康的 可是当中可能会有人生病 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可能有很多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有一个很深的需要 我需要知道 今天不管任何事发生 这一个人都会站在我身边 这才是他想要的亲密感 所以在以佛所书里面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 丈夫要爱妻子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他讲到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 好像耶稣基督爱教会的关系 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关系 就好像婚姻的关系一样 耶稣基督为我们来舍己 那么我们就思想一件事情 如果连承诺都不敢做 如果连说 我们不管是顺境或逆境 健康或疾病 富足或贫穷 我们都会爱他至此不渝 这样的承诺都不敢做的话 又怎么能够期待他爱我们 爱到为我们舍己 那么所以其实在 这个同居的关系里面 如果我们从消极面来看 就是说少了承诺 我们会有不安全感 在我们的心里面 可是如果从积极面来看 另外一件事情是 如果有了这个承诺 其实人们是会愿意更多的付出的 所以你知道 James Wilson 他做一个实证的研究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说只要进到婚姻的关系里面 跟同居的关系里面 相比 在婚姻关系上面 所做的投资会是更大的 他在对方的情感上面 时间上面 甚至金钱上面 各方面的投资都会是更大的 因为在那个承诺的里面 因为在那个安全感的里面 因为知道这是恶人成为一体 所以他们就会愿意做更多的付出 没有错 所以你讲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因为世界上你告诉我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又有恩慈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但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 当他们进入到同居的关系里面的时候 其实他某种程度 是在为自己的益处做盘算 要是不work 我还有退路 要是怎么样 我随时可以走人 可是爱是什么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有当两个人真正预备好 学习在爱中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 那个关系才可以经历到 二人成为一体 那个关系才可以进入到 他们真正信念渴望的那一种蒙约 那一种亲密感 不过就像你刚刚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也许我们选择同居 是因为我们都要选择说 要是不成功我们可以有退路 不过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子 想要有退路 就让这件事情不成功了 是 就是好像以前我们 以前常常说我们如果去运动的时候 然后就说我们是自在参加 不再得奖 那就应该就不会得奖了 或者是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 有人常常想说 我们就这次考试是训练练笔的 那这就是应该是不会考上 所以你知道就 有时候我们想这个退路 反而就影响了它的成功 但是当我们有个决心觉得说 我们就是要好去经营这个爱的关系 我们绝对不让 这个离开成为一个选择 就好像我们在婚姻当中 有些时候我们在 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谈过很长的恋爱 我也谈过很长的恋爱 我谈了七年恋爱 我知道你好像谈了 快要十年当中 认识十年 认识十年 我们谈这么长的恋爱 可是发现一件事 结婚跟恋爱是完全不同的 你会发现结婚的第二天 你发现说 我才真的发现这个人是这样子 你让我觉得你感觉到 吓到很多的人 譬如说我的太太是在结婚之后 才发现说 我不是一个阳光男孩 我认识你第一天就知道 你不是阳光男孩 她一直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阳光男孩 然后后来她结婚之后才发现说 我真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宅男 那么我结婚之前 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文静 然后非常害羞 然后我就觉得想说 非常温柔 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小鸟依人的人 结果想不到结婚之后 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只有主见 非常独立的人 虽然我们发现说 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很多的想法 我们的个性 我们原生家庭 我们三大背景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承诺 离婚绝对不是一种选择 甚至是 这个离婚在我们的口中 说都不说 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反而我们就更用心 在经营我们的婚姻上面 因为既然这不是一种选择 那我们就很用心地 去经营这个婚姻 也因此我们从这个当中 得到最丰收的果实 最快乐 我们从这个婚姻当中 得到最大的喜乐跟满足 我也发现很多人他同居 或者他试婚的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 如果我们结完婚之后 我们在性方面不compatible 或者是在性生活方面 不美满的话 所以总是 就像你买车一样 你要试车嘛 对不对 你买东西也要去试吃嘛 那为什么不能够试试看呢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的说法 当然有 不过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在路上 在台湾的街上 常常都看到到处都有试吃 他卖饼干 他卖蛋卷 他卖花生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去抓一把 来试吃看看 那么他说你抓个几颗花生米 你试吃看看 然后你吃了 没有付钱走掉 它损失不大 因为那只是个饼干 那只是个花生米 可是如果拿我们的身体 给别人试吃 那么这我们的损失就很大了 在我们的青春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在我们的身体 各方面情绪上面 会有很大的损伤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我们很清楚 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好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钻石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高级的 法国料理跟日本料理 我们是不会给别人试吃的 我们是不会给别人试带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钻石 我们是一个价值百万 好几颗拉的钻石 我们是不会随随便便 让每一个人经过都可以说 来了我试带看看 我试带看看 其实为什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个人要晓得怎么样用圣洁 尊贵守住 守住自己的身体一样 正是因为知道 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尊贵 在神的面前何等的尊贵 何等的有价值 而且他这个论述说 如果我不先试试看 我怎么知道我婚后的性生活 会满足 他的逻辑是这样子 他认为的婚 性生活满足是你结完婚的那一天 那一天在新房 在新婚之夜 你的性生活要 一开始就是美满了 其实他们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性生活 其实是神给丈夫跟妻子在婚姻当中 一个要去享受的 那个享受是什么 是一个过程 这是两个人彼此 一起发现两个人的身体 跟彼此的身体 而在这样一个亲密的过程当中 学习彼此相爱 彼此给予爱 这一个过程 性生活的美满 不是一夜之间就会达到的 性生活的那种满足感 其实是在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 这是为什么 男人的受造 身体的受造结构 跟女人的身体受造结构 就是不一样 两个人在性方面的表达 跟喜悦感也是不一样 就是神刻意 在这样的婚姻当中 借着性生活 让二人可以成为一体 那个二人成为一体 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 二人成为一体 是在彼此相爱 在耐心 在陪伴 在彼此认识当中 他可能有的是很快 可能一年 有的是五年 甚至我看过研究 说有的可能花十年二十年 重点不是多久 重点是在那个关系当中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美满 所以圣经上面讲说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人要离开父母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这个里面讲的 二人成为一体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不是只是讲的肉体上面 还有很多层面是心灵 心灵里面的 灵性上面的 情绪上面 而这个一切是需要在一个 有承诺的安全感里面 是 我常用这样的比喻 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但是与主联合的便是 与主成为一灵 那个经文其实讲说 他说你怎么可以让 基督的肢体作为 娼妓的肢体呢 断乎不可 对不对 他的重点在讲什么 他在讲的是 其实当 当我们在同居的关系里面 或者是在婚前性行为 发生的当中 其实我们会认为 那不过就是身体 跟身体的连结 可是你要知道 从神的角度 性这个东西 其实是让二人成为一体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二人成为一体 就不只是身体的结合 它包含是什么 心灵层面的结合 包括你灵魂的层面的结合 所以这个结合好像是什么 就我常会说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老夫老妻 然后他们 我们会说他们有 夫妻脸 或者是这些老夫老妻 他们结婚35年40年50年 他们甚至 他的眉毛动一下 对方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是神本来设立 在婚姻当中所带下的 一个很深刻的连结 我举例来说 我从小在国外长大 我很喜欢吃一种土司面包 叫做 皮纳不得杰鱼 就是一面是花生酱 一面是什么果酱 对不对 然后一碰起来 吃起来真的是人间美味 可是你想象一下 假设我是花生酱 另外我将往的对象是 草莓果酱 然后我们觉得在关系当中 应该要往下一个阶段走 所以我们发生了性行为 我们结合之后 我们认为 可能只是生理上面的连结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当我把这一个 后来假设我们 我们分手了 我们分开了 分开之后 我还是花生酱 可是我的花生酱上面会有什么 会有一些些的草莓果酱 它的草莓果酱也会有什么 也会有一些些的花生酱 那如果我再去跟别人结合 可能是一个葡萄果酱好了 我在跟葡萄果酱结合的时候 后来又分手 我分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上面不只是有一点点的草莓果酱 我还有一点点葡萄果酱 那葡萄果酱 它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些花生酱 可是它说 我怎么会有草莓果酱 因为它没有跟草莓结合过 可是那是 就是一个 我们在教会里面常会用的观念 叫做魂结 那魂结本来是神帮助让丈夫跟妻子可以二人成为一体 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可是仇敌魔鬼扭曲了这个功能 以至于当我们在结合的时候 其实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神原本的设计是什么 是要让二人可以成为一体 经历到那一个连结的满足感跟喜乐感 可是当我们之前一直跟别的错误的连结 连结到最后 你会发现 当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位真的出现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享受这个二人成为一体 其实就像你分享的很棒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分享一些在实证上的研究 真的发现婚姻跟同居是非常的不同的 我们刚刚谈到在属灵上面 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二人成为一体 不是只是肉体上的 所以在同居 在婚间性行为同居里面 你可以有肉体上的结合 可是因为少了这个承诺 因为少了这个安全感 因为没有用圣洁跟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 所以反而 你没有办法真正地享受在 那个二人成为一体的里面 因为那不是只是肉体 那是灵性上的 那个是心灵上面的 但是另外在很多的实证研究里面 其实说到说 其实同居真的是有很多的缺点 同居真的很多地方是比不上婚姻的 譬如说密西根大学 密西根大学他们的家庭社会学 是非常权威的 那这个Thornton教授他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说结婚不是只是两个人更委身而已 对彼此更委身 事实上是两个家族都会更委身 没错 你会发现说在同居的关系里面 不会因为有这个两个人同居 所以这两个家族就非常的投入 可是在结婚之后你会发现说 对方的 我们开始有姻亲了对不对 对方的这个兄弟姐妹 他兄弟姐妹的孩子 跟我们都产生了关系 所以这个是在结婚当中 你会发现你会拥有一个很大的资源 他会把你带进一个更大的人际网路 第二个在新寒布夏州大学 他们所做的一个研究 发现一件事情 他说同居的家暴比例 是这个婚姻的两倍 而且暴力犯罪的比例 是结婚的五倍 因为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 这是人性 当我们知道说 你到底是会比较珍惜 你租的房子还是你买的房子 对 对不对 当我知道说这是我的妻子的时候 我更珍惜她 但是如果在同居的关系里面 很容易动不动就开始 大声拍桌摔东西 甚至是暴力相向 所以这个是得到验证的一个数字 另外一个美国做过一个 叫National Sex Survey 他这个里面讲一件事情 他说这个真的很重要 同居男友劈腿的比例 比先生劈腿的比例高四倍 因为没有承诺 对 没有承诺 好 OK 那更妙的是这个 同居女友劈腿的比例 是太太的八倍 我们输了 那这个另外也讲到说 其实在经济上面 是有在美国另外做一个叫 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 他发现一件事情 他说那些很贫穷很贫穷的 孩子的比例里面 是婚姻当中的大概是6% 是在同居关系里面 大概是31% 所以你知道大概是五倍 所以你知道很多这个同居的 甚至他们也影响到他们的孩子 所以其实最后一个数字 是很有趣的 最后一个数字是这样 他说带婚戒的男人 他们做家事 就是帮忙煮洗菜 做饭 扫地 拖地 洗衣服 刷马桶的时间 每一个礼拜在美国做的研究 比同居男人多了8小时 所以这个就是承诺 对吗 这就是承诺 当我们进到婚姻当中 所以这些要送孩子上学 做各式各样的家事 我们觉得这是我的承诺 这是我的家 身为这个一家之主 我对这个妻子 我对这些孩子 我是责任的 是 所以这个如果你想要你的男人 多做一点家事的话 婚姻是一个好选项 不过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 因为有很多的大学生 他们进到同居的关系里面 其实是因为方便 因为省钱 因为宿舍 如果我住这里 我的女朋友住那里 那我们干脆住在一起 不是可以省一点钱吗 你对这样的一个方便性的同居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坚守原则 永远都比便宜行事来得更好 所以譬如说 我跟我的妻子翠芬 我们在结婚之前 我们在这七年的恋爱当中 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两个人 绝对不要共处一室 什么叫做共处一室 就是说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不在家 我绝对不会邀请他来我的家 他的爸爸妈妈不在家 就单独的 对 我绝对不会去他家 那我们两个也从来 没有去外面过夜旅行过 就是没有这样子过 OK 那么当时呢 我所有的朋友就说 亮王你疯掉了 你信叫信到疯掉了 好 甚至还有人就跟我说 我好知道 你女朋友是个皇子 对不对 但是我们做这个决定 所以当时的人就觉得很傻 很不可思议 可是事实上却为我 有一个很好的投资 就在我的婚姻当中呢 我的妻子 她对我有一个信任 有的时候我在 我去服侍的时候 我需要到别的城市去 她不会对我锁命连环扣 她不会想说 你现在干嘛 你现在在说什么 你现在跟谁在一起 因为她知道一件事情 我虽然不完美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可以胜过试探的 她不会担心说 我出去的时候 这个秘书还要睡一个房间 我睡一个房间 这样好不方便 这样好花钱 不如就秘书跟我睡同个房间吧 这样比较省点钱 你绝对不会希望 你另外一半 有一天她省点钱 如果你的原因是因为 这样可以省钱 因为这样可以比较方便 因为控制不住 因为我们当中有这个欲望控制不住 那么你就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有一天你的另外一半 在未来她也有可能 为了省钱 为了方便 因为控制不住 去做一些便宜行事的事情 所以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 要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身体 不只是婚前 如果婚前没有办法操练这个功课 你在婚姻里面 也还是有这个诱惑跟试探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在婚前方便行事 我婚后也可能会陷入到 同样的诱惑跟试探的里面 因为我没有在保守我自己的心 保守我自己的身体 是 在我身旁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身旁都没有看到 什么幸福美满的婚姻 只是他们看到我 他说 雯华哥因为看到你的婚姻 因为看到很多教会当中的 哥哥姐姐的婚姻 让我们相信 幸福的婚姻是可能的 我想要分享的是 其实我们的过去 不会成为我们的未来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过去 不是我们家人的过去 而受到局限 Jung 其实今天我在录影的时候 今天我很开心 因为今天是我的 结婚11周年纪念 11周年 恭喜你 就是今天在录影的今天 那你又不在陪你老婆 我在陪你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11年来 我所做的承诺 在这个婚姻当中 所有一切的付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事 所以这样说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亲密关系 是要在盟约的当中 才能够真实经历跟体验的 如果你现在在交往 你在考虑 要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关系 进到更亲密的里面 圣经上所告诉我们 在承诺的里面 在婚姻的盟约的保护之下 你才能够真实经历到 亲密关系的美好 婚姻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东西 不要因为害怕恐惧 而没有办法真实进入到 神为你预备的美满的婚姻的里面 很高兴这一次 我们可以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您到网路上面 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来再见 我们下来再见 大家在 cas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